2011年9月,河南洛阳某派出所 慌里慌张地跑进来一个女孩 穿着暴露,农装淹没 说她要报案 警察安抚她坐了下来 给她倒了杯水,让她慢慢说 这个叫刘晓云的姑娘 道出了一个离奇的案件 刘晓云家在农村 进场打工后,因为找不到好工作 又好意务劳,就做起了皮肉生意 在不久前,她接待了一个客人 两人讲好价钱后,要到南方家里过夜 两人先上了出租车 然后开进了一个叫福院的小区 让刘晓云没想到的是 那男子住在地下室 她本来不想进去 但是为了钱,她还是走了进去 那是一间堆满了杂物的地下室 连床都没有 刘晓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尤其是那男的 拨开杂物 掀开一个铁门 刘晓云想离开那里 结果被那男人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逼着她从那里下去 刘晓云不敢反抗 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先是垂直向下 然后是横向爬行 过了三四道铁门 进入了一个不大的房间 里面关着一个女孩 房间被一个木板墙 隔成了两间 那男的监污了她 并将她囚禁了起来 被囚禁的女子 有半点不从 或是想逃跑 就会换来一顿毒打 为了不让她们有力气逃跑 每顿只给她们很少的食物 为了让她们打发时间 还在地窖里放了一台电脑 上面有下载好的电影和歌曲 一段时间以后 被囚禁的女子顺服了她 甚至为了能从她那里 得到一点好处 大打出手 而她则笑着在一旁观看 仿佛眼前被掐死的 并不是一个大活人 而是一条狗 为了震慑那些女孩子 让她们全部乖乖听话 她又残忍地杀死了 另一名女子 两条人命瞬间就结束在了 那狭小的地窖里 被囚禁的女子 都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 而被她杀死的女孩 就埋在离她们睡觉 不足两米的地方 她跟妻子谎称 自己找了个夜班的工作 便于她夜不归宿 而她的妻儿也想不到 离开家门的她 都有怎样的恶行 在她精心打造的 深埋于地下六米之深的 地下空间里 她过着妻妾成群的日子 很快她就不再满足 她让那些女生 以裸聊的方式 帮她赚钱 胆子越来越大的她 甚至带她们出去卖淫 而她时刻看守着她们 以防逃跑 故事开头的刘晓云 就是抓住了一个时机 从窗户跳出去 逃出了魔窟 警方听了刘晓云的禅述 也极为震惊 派人护送刘晓云 去指认现场 当警方在地下室的杂物下 找到了地窖入口后 彻底相信了刘晓云说的话 并且在地窖中救出了被囚禁的女子 在角落里挖出了两个被害女子的尸体 经过调查 地下室房主明教李浩 曾就职于消防部门 两年前购买了那处地下室 警方快速地将李浩抓捕归案 在对其妻子的问话中 他居然对丈夫的恶行毫不知情 一直以为丈夫为了改善家里条件 再兼职上夜班 警方也对李浩进行了审问 在地下如同恶魔一般的李浩 在警方面前变得怯怒 交代了他全部的犯罪事实 他接触了大量的淫秽视频和信息 产生了邪恶的念头 便买了那处地下室 开展了邪恶的计划 利用摩托车把挖出来的土 一点一点地运出去 也没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 挖好了地窖 他又在各种色情场所 物色人选 把人骗到地下室 囚禁他们以满足授欲 谁又能想到 在当今社会 地下六米深处 会有个变态 做着如此的勾当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去年轻月 打赏